这名美女实在是太妖娆了 举手头足间就把面前的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而像她这么少的还有另外两位呢 不过就在俩男人以为今晚可以逍遥快活之际 哪知 原来这三位美女竟然是两名蛇妖和一个蜘蛛精 她们在老妖婆婆的逼迫之下 每个月要收集9981个人类精魄 才能不被老妖婆婆惩罚 既然有妖那自然就会有捉妖大师 很快一名多宝道人就发现了正在作恶的女妖 只见她甩出自己的斗笠一招就打跑了其中一位蛇妖 然后再祭出捉妖棺材分分钟让蜘蛛精献出了原形 最后一位蛇妖似乎有点不服气 还想和多宝道人斗上一斗 可双方相互交战了几十回合之后 蛇妖最终还是在多宝道人的铜钱飞镖的攻击下落花而逃 此次收集人类精魄任务失败 蛇妖姐妹非常担心老妖婆会惩罚她们 不过就在她俩发愁之际 却有一位书生主动送上了门来 还是一如既往的先进行一番勾引 等到男人大意之际再把她的精气吸干 可让蛇妖妹妹没想到的是 面对她的极力勾引书生竟然不为所动 一问原因才得知原来书生已经有家事了 其实蛇妖遇到有老婆的男人也不少 但像书生这样不采叶花的还是第一次 甚至在临走时书生还留下了一件衣服 说让蛇妖多穿一点别动坏了身子 书生的表现让蛇妖妹妹来了兴趣 自认为美貌过人的她想要和书生的老婆比一比 这边书生原本是打算上山采药的 结果前脚刚摆脱蛇妖 现在却又遇到了一批送亲队 书生也不疑惑为什么送亲队会从这坡地方过 竟然还敢主动上前搭话 结果美婆却说叫中的新娘正是为书生准备的 掀开叫连一看着不正是之前的蛇妖吗 书生见识不妙就想要逃跑 可蛇妖却说你碰了我的身子就必须要对我负责 对于死缠烂打的蛇妖书生也是无可奈何 再说书生的老婆这边 她身为这座城市的女将军 性格方面可以说是标准的女汉子 书生对她也是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反抗 书生告诉老婆蛇妖是她从坏人手中救的落难女子 于是豪爽的老婆就答应收留了她 还来不及细细询问蛇妖的身份 业务繁忙的女将军就外出捉妖去了 从路人的反应中不难看出 女将军的声望还是很深得民心的 此次闹妖的地方是一家青楼 在女将军来到之前已经有两名捉妖师在动手了 不过这两名捉妖师只是半掉的水准 什么大威天龙金刚怒目的全用了 结果却还是没能降服妖怪 最后还是女将军出脚 把妖怪踹进了法器之中 在外面捉妖有功的女将军回到家后 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女王大人 书生每天都要执行第九条家规 内容则是侍奉老婆玩套拳游戏 也难怪书生不敢从了蛇妖 毕竟每天都要把公粮交给老婆 哪还有其他多余的经理啊 另外一遍 蛇妖姐姐劝妹妹不要沉迷男色 因为马上向老妖婆上交惊破的时间就要到了 可蛇妖妹妹此时只想得到书生 对于惊破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 倒是蜘蛛精非常的勤快 他见几名大汉正在费里一名女子 于是就挺身而出邀请大家和他玩 大汉们还以为遇到了天降馅饼的好事 结果没一回就被打得苦蝶喊娘 可就在蜘蛛精打算吸取他们的惊破之际 俩半吊子道士和多宝道人却前来捉妖了 要我说你们也太不地道了 刚才人家费里良家妇女的时候你们不来 现在蜘蛛精正在教训坏人 你们却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 这算是助纣为虐吗 蜘蛛精为了完成收集精魄任务而努力奋斗着 蛇妖妹妹却趁书生洗澡之际 打算与其深入交流一下 不过很快女将军就外出归来了 蛇妖赶忙藏进了浴桶之中才没被发现 只是以这浴桶的大小来看 恐怕两人应该已经有亲密接触了吧 其实女将军已经发现了蛇妖有点异常 于是就捅破了她房间窗户纸 打算暗中观察一下 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蛇妖为了方便化妆竟然剥掉了自己的人皮 识破了对方的身份之后 女将军自然留她不得 本以为女将军就算打不过蛇妖 应该也不会输得太惨 可让人意外的是即使她拿着剑 竟然还是被蛇妖给一招制服了 随后蛇妖突然与女将军相撞 两人就这样完成了换皮手术 然后蛇妖就以女将军的身份 让守卫们把女将军给抓起来 女将军试图进行解释 可模样已经变成蛇妖的她根本无人理会 没有办法女将军只能拼死一战 但让她无奈的是书生竟然挡在了她的剑前 没一会多宝道人也闻声赶来 只见她甩出一副上古捉妖图 直接就把女将军收了进去 从外面看画上面只是一个女人图片 可画中却别有天地 此时女将军被困在画中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 蛇妖似乎也知道这幅画的神奇之处 于是就花重金把这幅画买了下来 目的就是为了在和书生玩套圈游戏时 让画中的女将军在一旁亲眼看着 不过蛇妖只顾着和书生逍遥快活 却完全忘记了老妖婆给他们的任务 因为没能完成收集精魄的任务 蛇妖姐姐已经在受罚了 还有那两名半吊子捉妖师 她俩连蛇妖都不一定打得过 竟然还想去找老妖婆的麻烦 结果俩人连妖婆的面都没见着 就被妖婆给炼制成了傀儡 随后老妖婆派蜘蛛精和俩傀儡 前去把不听话的蛇妖妹妹给抓回来 蜘蛛精和蛇妖一样都是老妖婆手下的受害者 所以她在找到蛇妖妹妹后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好言相劝让她回去将功赎罪 当然也有可能是蜘蛛精根本打不过蛇妖 才只能用劝说的办法 不过对此蛇妖却铁了心不想回去了 而蛇妖对书生的一片痴情 也是引起了书生的怀疑 因为真正的女将军可是个严厉的气管炎 蛇妖假扮的女将军现在却对她无比的温柔 尤其是每日都要做的第九条家规 以前都是她侍奉女将军 现在蛇妖却反过来服侍她 感觉不对劲的书生把这件事告诉了多宝道人 倒是给了书生一谈特制的酒 说如果你老婆是妖的话 喝了就会现出原形 回到家后书生准备了一桌好菜 企图让蛇妖喝下现行酒 可就在此时外面却妖风大作 蛇妖和老妖婆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一看就知道这是冲着自己来的 于是她就以家乡的姑妈去世为由 让书生赶紧跟她回家一趟 蛇妖口中的老家正是电影开头的那个地方 可刚逃到这里 他们就遇到了两名傀儡捉妖士 为了书生的安全着想蛇妖 让她赶紧先离开 爱气心切的书生却非要和老婆同生共死 没有办法蛇妖为了劝走书生 只能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这她喵的要我说 你之前逃跑时别带着她不就行了 总之蛇妖拿出了那幅画 说你娘子就在这里面呢 谈话间傀儡捉妖师已经开始出手了 蛇妖与其大战几十回合 将其中一位打进了捉妖谷中 另一名则和蛇妖一起打进了捉妖画中 现场就只剩下书生一人之后 隐藏在一旁的蜘蛛精走了出来 她本想按照老妖婆的吩咐将书生杀掉 关键时刻多宝道人却出现了 在多宝道人的神通下 蜘蛛精也被关进了画中 此时画中的傀儡捉妖师正在和蛇妖战斗 一番你来我往过后 蛇妖被打得再次与女将军相撞 然后两人的身份就这样互换了回来 捉妖画外面的多宝道人并不知道里面的事情 于是她在把女将军放出来后 就一把火烧掉了捉妖画 看到老婆平安归来之后书生十分的高兴 她却不知道眼前之人仍是蛇妖 原本蛇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和书生在一起的 可良心发现的她却把真相告知了书生 蛇妖表示 不管你喜欢哪个皮囊 我都可以变成她的样子满足你 书生却生气地说 我爱的并不是娘子的样子 我爱的是她的灵魂 没有人可以代替她 直到此时蛇妖才明白真正的爱 不是靠美貌的外表能得到的 随后书生说 要去幽冥界去救回自己的老婆 所谓幽冥界就是人间和阴间的中转站 一旦进入时间太久就回不来了 书生为了救老婆拿管这些 硬是逼着多宝道人送她进去 不过书生进去是进去了 可两人之间却隔着一层坚固的冰层 任凭书生如何敲打都是徒劳的 最后还是老妖婆出手 才把两人拉了出来 当然老妖婆可没那么好心打算救两人 她只是见不得人类所谓的狗屁爱情 蛇妖苦苦哀求老妖婆放了两人 她愿意终生为奴报答这份恩情 可老妖婆却说你本就是我的奴隶 谁能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吗 言语间老妖婆就已经启动了俄罗斯放快大阵 把书生和女将军给挤得上蹿下跳 眼看两人就要死在阵法之下 多宝道人却又出现了 只见她召唤出金钱飞碟就遇待众人离开 老妖婆则控制一块巨石想要砸死大家 危急时刻蛇妖用尾巴拉住了巨石 并在甩开后撞到了老妖婆的惊破保险箱 无数惊破妥箱而逃 多宝道人表示没了惊破的力量支持 这里马上就要坍塌了 几人大喊着让蛇妖和他们一起离开 包括女将军也加入了劝说阵营 可蛇妖却选择了留在这里 因为在她看来如果不能和书生相爱的话 以后她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走拉倒 多宝道人可不想和她陪葬 此后书生又和老婆恢复了亡日的生活 哦不对 女将军还改了一下第九条家规 说是一天要执行两次为了纪念蛇妖 而电影的片尾也留了一个彩蛋 那就是蛇妖不仅没死 甚至还找到了多宝道人算卦求自己的姻缘 是吗 是吗 感谢观看